开创人生好风景 时来运转任务可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开运建议团 你想知道大老板都喜欢 什么样的女生吗 这些大老板 常常都喜欢带一个 比较漂亮的这个花瓶 所以这个女科兴就比较容易 看起来蛮像样的 但是你就是带出去的场合 又不擦嘴的那种 擦嘴都没关系 擦嘴真的没关系 那你下次可以带我 因为我很会擦嘴 很会 是梦小潘滩接近黄任忠 是因为想骗她的钱 不欺骗我的东西 我想她其实很多人 就像我一样当初也是想 骗她的钱 可是几乎都骗不她 很难骗 真的很难骗 但因为她真的很小心 而且就好像每一个人靠近她 谁不想骗她起来 谁都想骗她 谁骗到现在 这几乎今天也还不跟在旁边 伺候她还是往前面 你想飞上枝头做凤凰吗 我们要告诉你 容易麻雀变凤凰的职业有哪些 容易麻雀变凤凰的职业 三 六 七 做凤凰的职业 小玩笑 叫干妈 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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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妈好 又起碰不上 干妈好 她真的 叫得他蛮有干妈的样子 你不觉得吗 我也觉得 干妈 你看叫你干妈 你就太薄了一点了 她有那个福气 是不是 福态 她有那个福态啊 对 屁股大优 对 做证得住 你最近诸事不顺吗 几连车子DIY要为你预测 下个月整体运势哦 你有可能就是说 因为黄先生一辈子这样的幸运 只有下个月比较闷一点 你懂那个意思吗 你不要以为跟着她就什么的 就是下个月对不对 对 那我也认了 你也认了 不是你认了 我认了 你注意再把它分开看 它是一个斤斤计较的鸡 是 然后这一边呢是人很辛苦 对 所以斤斤计较人很辛苦 好累哦 所以你就下个月的运势 运务好 不是很好 我给你们一个办法 帮我把那个女生针到一半 我就不跟你斤斤计较了 大概我 我们今天看今天台的很特别 请到这两位啊 算是这个 蛮奇特的一个组合 这个缘分也是非常的奇特的 我们欢迎黄润仙仙 以及小潘潘姐姐 说来你们两个的这个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对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 一师一友啊 一夫一女啊 一夫一女 对 一夫一妻 就是总之一兄一妹 就是那种你们两个之间的那种互动的关系 事实上大家都很好奇 你自己也这么认为吗 别人怎么认为我都可以介绍 太好了 我最喜欢随和的特别来宾 对 那就好办事了 好 那我们来问小潘潘好了 小潘潘你觉得你自己 能够让这个黄先生这么信任你 器重你 说说你自己的优点 这很奇怪吧 我不问他 我不问他自己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点让他可以这样子 这么值得他来把家交给你来管 我是有听过他跟人家讲就是可能 因为我野心比较没有那么大 那所以 你说到重点了 所以像我们这种人是不可能靠近他的 你要知道 就是那种 一步有目的来的 谁一步有目的啊 你自己说的 我说的就是像我们这么渣呼渣呼的 因为像他那样子 你看从他刚刚的那种回答 小潘潘就是很得体 他的应对进退 就是呢 他很有他的应该 他的位置是在哪里 对对很清楚 他的那个很清楚 不像我们这种 没大没小的时候 讲对了讲对了 不要抗就讲出来 这我们可能黄先生就比较的 就直接就对我们这种人 就近而远之对不对 马上就退下 那我现在来问黄先生了 我们叫你黄先生好像很远 叫你黄大哥好不好 都可以 都可以 这么随和的人 请问他有什么星座 他是摩羯座 他是摩羯座的 但是金星火星都在射手座 所以呢 就是那种交友很广阔的摩羯座就对了 就这样想就对了 对对对 也会把自己生活点缀得有点有趣的 然后其实可以很狂野的摩羯座 所以也不是那么的工作狂 不会不会 但是又有生意头脑 是 绝对有 而且他月亮是金牛座 所以我认为黄先生有两个 有两个性格 两面性格 一面就是非常老沉稳重 然后很知道自己在干嘛 可是另外一面呢 我们都知道了那个射手座 就是会开无聊玩笑的 对 或是会突然 没话 的那种 会突然间在一个 大家反而很严肃 或是很冷很冷的场合 他突然间爆出一句 就是大家这样傻眼就觉得 怎么会是他讲的话 对 怎么会是他做的 原来他的性格里面 有这一点小调皮在里面 是的 好 那真的 那请教那个黄大哥好了 你真的就是说觉得小潘潘 为什么他可以服侍你这么久 然后得到你的信任 你认为他的优点在哪里 他大概比较狗腿吧 啊 是什么 原来黄恩还是比较喜欢 听好听话你知道吗 那说什么话 比较狗腿的意思就算 他可能会打一些小报告啊 哦 那我知道了 那前天晚上看到了 哪一个女朋友 跟马来人在一起啊 我等一下出去会被人家打 对 因为他常常不理谁 他就怪到我头上 对 你这样子会变成就是说 那些女孩子就说 他为什么最近都没打 就是你 就是我害的 你是被人家打 你是被那些女的抓 那我来请教一下这个小白白 因为呢到这个黄先生家里面来帮忙 比如说你刚开始服侍的这个大姐 然后才是这个黄先生 得到他的信任对不对 在来到他们家之前 你真的 应该是压根没有想到 你将来的人生是这个样子的吧 没有 你以前对于你自己的人生的规划是什么样子 我只想开个服饰店啊 因为这样子可能就不用再跑警察 你那时候在摆地摊 在摆地摊 对 那如果我自己有一个钱 可以开一间很漂亮的服饰店 我就不用再被开单 然后去担心明天要去哪里摆 小白白是什么星座 它是牡羊座 它是牡羊座 那听起来就是说它也是很任分 而且很拼命 很拼命的工作的那一种 对… 我们说牡羊座是工作狂嘛 是 你知道他翘着二郎铁在那边享受 他也做不到 他是一个会到处照顾一些细节的人 然后而且也不失有趣 因为小潭潭的金星是在双子座 还蛮有花样的 对… 他会讲讲笑话 逗逗人家开心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认为他调和得蛮巧妙的 而且他也很席缘的一个人 就是他会珍惜这个缘分 然后也不会去贪心 所以我觉得种种因素组合起来 我觉得黄阿哥到这个年纪 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孩子 讲话小心一点 什么东西到这个年纪 就是见多识广了之后 对… 因为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当然你从可能当初 只是很单纯的不要跑警察 今天你的身份跟你现在做的事情 可能让很多的女孩子是很羡慕的 就觉得说哇 感觉有那种 麻雀变凤凰的那种感觉 你自己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真的… 还是你觉得麻雀也只是变成乌鸦 不是… 真的假的 你并不觉得是凤凰 对…反而以前的整个生活压力啊 跟那种劳累的程度 比较简单 对 比以前更… 更多了 现在 更多 对 然后要担心的事情更多 更多了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变得更不好 而且很实在 好 我们来看看 来看一下我们的开运调查局 这个大家呢 今天对于她们的这种 有多少一些认识跟了解 所以呢 你以为麻雀真的变凤凰 有时候不见得 但是的确还是有一些人呢 她非常羡慕就是说 我还是希望能够成为她的那份工作 对 那我们来看 比较容易麻雀变凤凰 也就是呢 很多的这个女孩子 她可能因为她的职业 反而一要而上 可能就变成少奶奶了 是 非常吃头了 马上就真的非常吃头 所以我们来看有哪些职业 看看那个 乌党的 看看扣桑里面有满意的职业在里面 有钟情的职业在里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种 电视新闻主播 这最容易了 最容易了 对不对 打开电视 那个主播看起来人模人样的 又很端庄 又很端庄 又甜美 又甜美 然后永远就是头发也是乱 不会来什么大花样的 谁知道她私下穿什么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 大企业老板 秘书 秘书其实有点像你这样子的位置 管家跟秘书 就是他其实就在旁边 有一天他可能就变夫人 对 有没有很多那种秘书直接 就变成夫人的 对不对 我不太同意 中国人有一句名言 你说 好马不吃窝边草 哎 所以呢 你在办公室一定是公室 对 不能做任何私事 嗯 你这个要交女朋友 最好到外面去 不要再跟这个表 所以这一点对于这个 这一点呢 你就觉得 我觉得不合实际 因为我的记忆力里面 真正的大企业的老板 跟秘书搞得一起的不多 很少 很少很少 OK好我们来看第三 尹哥欣 这多了吧 这多 而且这个你应该是比较 我觉得这个应该摆第一 真的 他还照名字来拍 这个比例最高 对 为什么你们会对尹哥欣 特别感兴趣 不是我 特别感兴趣 尹哥欣它占一个很大的便宜 怎么说 因为它曝光率高 是 它曝光率高啊 而且这些大老板 常常都喜欢 带一个比较漂亮的 这个花皮 所以呢 这个尹哥欣就比较容易 看起来蛮像样的 但是你就是带出去的场合 又不插嘴的那种 插嘴都没关系 插嘴真的没关系啊 那你下次可以带我 因为我很会插嘴 我请你不要吧 他已经 已经那个血压 听到我这样子 他血压已经整个要冲上了 没有了 有的时候 你希望带一个画笔多一点 像我这样 你要看场合是不是 不是 看我的画 我就希望带像你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不太讲话 那当然找一个会讲话的 如果我是倒过来 我很喜欢讲话 那再找一个会喜欢讲话的 那就糟了 那今天晚上就 这个戏很难演 他还看那个场合局面 带来的人 不要坏的那个性格 对不对 很规矩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 空中小姐 服务这个商务舱头等舱 而且在那个空中的 十几个小时里面 你太有机会了 对 空中小姐十几个小时 完全展现她的美德 对 又服务 又亲切 又不啰嗦 你谁叫又谁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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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突然间十几个小时就 但是唯一的坏处 是什么 是跟这个头等舱的空中小姐 都是资深的 好 了解 好 果然是做的 所以我跟你讲 我的经验是 我喜欢跑到后面去 后面的比较年轻 比较漂亮 对 要找漂亮的空中小姐 我都是往后面跑 如果按照他们的那个 order的话 按照 普通舱 对 越普通舱越年轻 对 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的话 就真正搭同等舱的那些 大佬们 其实才不希望你们 把那些会服务的送到前来 你把新鲜面孔往前送 对 我帮你训练 就是这样子说 她最厉害的不是在空中 是落地以后 你今天跟她 从台湾 台北飞到洛杉矶 13个钟 11个钟头 对 到了那边以后 你问她住哪个旅馆 整个晚上干什么 她有三天休假 对 你要不要一起去什么Vegas 去逛逛 或者干什么 那个成立 那个问题 那是重点 对 所以 落地后比较重 落地后才开始 我们以为空中小姐 只有在空中服务 No 落地后面的服务更精彩 好 看看 第五 专柜小姐 我们之前一个新闻最急的 对不对 一个某大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 台中 对不对 台中的 就嫁给了那个老板 对 那以上这五种 这个华大哥有碰 就是说哪几种职业 他是比较会主动的来跟你搭讪 我很常碰到主动跟我搭讪 真的啊 都是我主动 那这样子好 我们来问这个 华大哥旁边的小潘潘好 你认为这旁边的这个女生啊 哪一种的人你觉得她比较 对你来说她比较这个可靠 也就是说她不会真的来欺骗 你的老板的金钱 不欺骗我的金钱 我想她其实很多人 就像我一样 当初也是想要骗她的钱 可是几乎都骗过她 很难骗 真的很难骗 因为她真的很小气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别人的话 我肯定有点她 她的话你不已知 而且就她讲 每一个人靠近她都 谁不想骗她起来 谁都想骗她 谁骗到现在 这几十年也 还不跟在旁边伺候她 所以管你是什么职业 你再怎么精明呢 你看 不好 好 好 我们来请教 唐老师 我们用比较具味的 来看星座了 好 不同的星座的女生 她会利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让自己麻雀变凤凰 我们看一下土相 比如说金牛座 处女座 摩羯座墙的女孩子们 你们可以突出来的优点在哪里呢 投资外表增加引力 所以他们是很愿意 在自己的外表上投资 有时候把皮肤保养得很好 或者是穿着很得体 或者是不建议去动动小手术 去去皱纹等等 让自己皮肤更白更好 那这种外表上的吸引力 加上它还蛮得体的谈吐呢 有时候就可以增加它被选中的机会了 我们来看一下水象星座 天蝎座 巨蟹座 还有双鱼座 就水象星座的女孩子 你们可以怎么样 麻雀变凤凰要凸显哪里呢 埋伏观察 魅力放送 水象星座如果想要撒嬌的话呢 我想很难有男生 可以逃过他们的手掌心 对 这个要魅起来的时候可魅的 那真的是 打小报告也是很会的 对 打小报告是这三个星座 不是 我们是指导他 对 要告诉他敌人在哪里 不忍心他受骗 对 水象星座最棒的一点 就是他们直觉能力很强 比如说他想要靠近这些人 他可能就经常出没在那个俱乐部里面 或者是去从事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行业 他可能会让自己特意地去进入那个领域 而不是不小心进入那个领域 所以水象星座基本上机会还蛮大的 因为他们是鸭子滑水型的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火象星座的人 像小潘潘是牡羊座 对 或者是狮子座 或者是射手座 那你们要怎么麻雀变凤凰呢 亮丽出色 努力向上 他一定是让自己变成群众里面最显眼的那一个 比如说也许是他的姿态最大方 然后态度最直接 然后不会很扭捏等等 还有努力向上 其实很多火象星座的女孩子 看到事情忍不住就要去冲 要去做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些男人就欣赏这种型的 他反而会觉得那种会撒娇的啦 或太依赖的啦 不怎么吸引人 反而是这种型的 我觉得很踏实 或者是还蛮有企图心 我喜欢 我想跟你拼拼看 有些男生就喜欢这种型 反而欣赏你的能力 对 那么反而你有机会麻雀变凤凰 就算男人不欣赏你 你自己也可以让自己麻雀变凤凰 对 没错 这是火象星座 终有一天也可以嫁给一个警察 不用再跑警察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是风象星座 雙子天秤水瓶 你们要怎么麻雀变凤凰呢 Amy要参考一下喔 真的吗 我要学习一下 你就 你就是变不了凤凰 建立人脉周旋其中 所以你周旋在什么人脉里面 很重要 我一天当然跟你们三个老师混 当然啦 你看我们这一片乌鸦森林 好可爱 变不了 我想挣脱出去都挣脱不了 我老是被这个长青组的给拖了 我觉得 你觉得我有前途吗 其实风象星座 如果 你真的有心的话 我相信它怎么会有问题呢 风象星座人脉之广的 只是看你要不要用 算了我就是跟我那几个圈内的好朋友 打打牌 赢一点小钱算 所以其实风象星座 要与不要而已 要的话呢 他多会啊 这个小包也会打啦 魅力也不是没有啊 努力也不是没有啊 然后吸引力也不是没有啊 样样都有 再来只是看他 你愿不愿意进入那个领域 否则的话呢 我觉得他们自己不要也没关系 帮亲朋好友服服上来一把 介绍给你们 然后到时候 你们的下午茶 免费请我喝 他就很高兴 对 对 我啊 我就喜欢这样子 我自己知道我没那个命 就多交几个朋友 但是我身边的好朋友呢 你们是可以多交几个 至少我来个免费晚餐 什么之类的 对啊 所以其实风象是蛮有机会的 只是看你们要不要 OK 好 那请教一下那个 黄大哥跟小排排 就是问黄大哥好了 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好奇 就是对我们来讲 你应该就是 那个金钱对你来说 就已经是在那里 但你觉得你自己 还算是一个爱钱的人吗 我相信很少人会恨你钱 这个爱不爱不是一个问题 它是个必需品 所以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所以 如果有人跟你说他不爱钱 那我想跟他讨教讨教 认识认识他 他怎么个不爱法 对 那小潘潘你觉得你算爱钱吗 应该是营养吧 那我觉得钱够用就好了 不然也是蛮辛苦的 像有时候他想要去夜市吃个东西 也好像会很多人看 你的意思就是说 有的时候钱要到某种程度很多了 其实反而失掉 生活当中的一些自由 对 我觉得小潘潘一边看这个 就是黄先生这样子 他自己不胜唏嘘 我当初为什么不努力的 就是跑警察就算了 好 我们来继续我们的 开运水堂测验 在这个阶段 我们来看一个人 他的爱钱指数有多高 从这测验里面可以测验出来 OK 其实每个人呢 对钱的价值观不一样 有人是把钱当钱看 那有人是把钱当命看 那有的人觉得说 钱只是完成我自己的梦想 或者说钱只是我的那个 存款簿的一些数字而已 好 所以我们这心理测验呢 就进入你的潜意识呢 就可以知道你到底 爱情的指数到底有多高 好 那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选择 当你坐火车 假想像 你现在坐火车要过山洞 你希望出山洞 第一眼看到的景象 火车一过山洞之后 第一眼看到的景象 应该是大海 还是二 田园村庄 第三 都会的街景 第四 山脉 第五 纯白的雪景 小潘们 田园 田园村庄 田园 黄大哥呢 田园 也是你喜欢看田园 大海 大海 黄老师 山脉啦 我可不可以一边山一边海 不行 你只能选一个 不只能选一个 看山好了 看海总感觉好像会掉下去 看山好了 那好快 你不觉得看海会掉下去 你不觉得就是 你现在想你坐在火车里面 过山洞 看到海不是就往下掉 哪有啊 好辽阔 好吧 那你呢 我也去大海 好 那看观众朋友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请高老师为我们解答 好 这心理刺业呢 就是火车 其实火车代表你自己 那这个山洞呢 就是代表你对安全 就是多少人会觉得很安全 那第一眼的话 出来的话第一眼的景象 就是你内心深处 对钱的期待 就是你爱情的指数 OK 好 好 我选择第一个 就是我跟唐老师一样 大海 可以知道我们爱情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 大家要来看一下 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是很爱情喔 我们是属知足常乐行 我们不会在乎钱多寡 其实快乐最重要 这真的很准 因为唐老师最近要 招待员工旅游 我也报名 你也报名 因为她要请课嘛 她请课啊 那我当然要去啊 你搞不好 我要请保镖来保镖 我跟你讲 你可能要看上枝头做凤凰 下一次我们开运调查局的时候 就会把星座专家 真的有机会 有机会 非常有机会 好 这个是大海 好 各位朋友呢 你坐火车 经过山洞之后 第一眼看到的是田园春庄 跟小潘潘哥 还有黄大哥一样 我们可以知道爱情指数 到底有多高 大家来看一下 百分之八十 不过她是家人也为第一 只要对家人最大方 其实的话 都要经过 一关一关的审核 对 非常严格把关 因为这类型人 其实她责任感很重 以家人为第一 以家人为主 对 以家人为第一 OK 好 那如果是看到都会阶级 爱情指数到底有多高 她自我享乐行 因为钱可以让自己梦想成真 达到百分之六十 对 因为这类型非常自我 她觉得自己的 比如说去旅行 或是读书 自己存钱 其实对别人都很高 对自己是最好的 真的 非常自我的 好 接下来是山脉 我觉得 我跟你坐太久了 我常坐在你旁边 你知道吗 我认为我选择了 因为我越来越没有创意 我认为火车过山洞 只能看到山 因为山洞就在山里面 真的 会不会还没创意 很聪明 很有智慧 我真的跟她坐太久 我原来那种 丰富的想象力都不见 我也觉得 你也觉得对不对 你很糟糕 不然朋友跟黄老师 跟Amy一样觉得 那个火车山洞之后 只能看到山 可以知道 爱情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 大家给我心理准备 40% 因为她觉得她是 无后顾之忧就好 因为钱可以让自己 有胆又安全 有胆又安全 对 其实有安全感就好了 安全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纯白雪景 火车之后 那种很浪漫 那种纯白的雪景 你们可以知道 你的内心深处 爱情的指数到底有多高 大家来看一下 99% 她事前如命 因为没有钱 一切都免得她 比较实际 她非常的实际 因为她觉得说 她比较冷静 比较成熟 因为觉得她都要靠自己 所以钱对她来讲 非常重要 很有意思 那请教你 因为你们那一家子 这么多人 你买房子是不是 非百坪不买 就一定是 如果是你要买的话 你买的房子 都要很大的吗 才够住吗 我要考虑做家人 对 对不对 才够让那些管家穿梭 否则大家会撞 会撞到彼此 对不对 那个阿桑开完灯 我端了菜出来 就撞到他 有红乳灯 家里有红乳灯 他们家有平交道 他们家有平交道 太花了 刚刚她讲 坐火车 过山洞 看到田园 就是他们家里面 就会看到 有纜车 有纜车 你知道吗 可能那个 那个管家有的 可能跟着他们家 也很久了 行动不方便的 是可以坐纜车 Cable Car 坐到那个管家以后 还要学交通指挥 再来看那个小潘潘 你自己有买房子吗 你目前有没有 买房子的打算 我自己有一间小房子 她讲 而且 而且讲得很惶恐 对 你知道就怕 你知道那个老板 就在旁边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有一间200坪的 那老板 先从哪里来 有一间小房子 那你会想再买吗 会 会 因为我们 我爸妈住的房子 已经住了三十年了 所以我会想要 帮他们换一间大房子 让他们住好一点嘛 对 我会想帮他们换一间大房子 而且 没有 高老师 我跟你换一下位置 那个 我最近也想让我妈妈 用房子住 这个我也会 好 换你 换你 好 可以了 没关系 门没有慢慢来 来 门没有来一下 门没有慢慢来都可以 她不要过来 门没有来 门没有去 而且啊 来来来 我们刚刚的那 那个职业的那个板子 在那边 来来来 我们已经就 趁乱的时候 已经加上去了 来 请看 容易麻雀变凤凰的职业 六 七 七 开玩笑 对 转转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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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而且你知道 叫陳老公 我每一次 方向陈老师瞧 我今天瞧得最高兴 我涂的是什么 也不过是一顿免费的晚餐 干妈 她真的 照你叫得她蛮有干妈的样子 你觉得吗 我也觉得 干妈 你看 照你干妈你就太薄了一点 她有那个福气 是不是 她有那个福态 对 而且她就是 你有那种老大老婆的样子 屁股大一串 坐正的住 我们讲到这个买房子 我们要请黄老师 就这个面相来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人他的田宅运比较好 什么样的田宅运不好 怎么看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脸上有一个就叫田宅宫 直接说是田宅宫 田宅宫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眉毛跟眼睛之间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最好不要 受伤或者有很多的痣 或者有疤痕 最好要很平静 开朗 如果说以我们几位来讲的话 小康康的田宅宫非常漂亮 那就表示说你买房子 不会说买到这种产权不清的 或者产权清楚了结果漏水了 那么你买房子的房子应该不错 这个地方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好 第二个就看所谓的田舱 田舱就是太阳穴的位置 叫做天舱 太阳穴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很开 不要把头发太靠近 或者说这地方陷下去的话 就表示他也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房子 或者能够长期的拥有 这一点 对不起 我要跳起来小范范不错 你那里够开耶 其实最好的是他 对 你说起来这个黄大哥 这里到这里还真开 还真开 对 还真不错 他的侧面还真开耶 因为你的整个脸是往前长的 对 等一下 我觉得我脚发有点语弊 谁在脸往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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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很随和 你就马上就往前长 但是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脸型方方正正的 但是通常方方正正会比较平 我的意思就是比较平 但他是 你看他的侧面 线条很分明 他又比较前后 你们还有黄先生有个特色 我在这里没有直接讲的 是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耳朵 是 非常非常大 他耳朵是我目前所看到 因为我自己学人像 不知道看了多少人 比例上来讲是真的 所以我看到是最大的一个 就是跟自己的脸比 他耳朵是最大的 耳朵它代表肾脏 代表贵人 代表福气 当然也代表不动产 代表天在 他耳朵代表意义很多 黄先生的耳朵真的大 你这个 等一下 你这个八瓶的耳朵 真的 我真的没看到 你看到人家那百瓶的耳朵 没有 黄老师 那你这样证明一下 我有沒有那个干妈的脾气 对 这样 万一我是二十瓶 不是 我是总管家 这时候他要看地库 就是这边是天仓的地库 都是跟不动产有关 这个地库的话 小潘潘跟唐老师多不宽 都长得很好 地库 尤其小潘潘在你的年纪 已经有这样的风 可能说风雨了 对 真的是未来非常看好 就是在田窄方面 非常的不错 那额头呢 我这里就要 刚好下面就要讲到额头了 就是额头不能太低 额头太低的话 不动产的这种购买 或者处理 会有这种混淆不清的道理 就是额头 还有额头上面这条线 法际线 我们称为叫法际线 法际线也是要很清楚 不要这样 称吃不起的 那就表示会判断错误 画清楚 自己在那边画一条线 把他画整齐了 没有 我不是真的小潘潘讲 真的小潘潘 我现在在讲的几项 你们都很好 他刚好 你看他的额头高 法际线也很清楚 那没问题 要帮爸爸妈妈换一个 比较大的房子 应该没问题 而且我们公司的大护士 他叫我去看骨科 看脑科 因为前面 他觉得你太高了 突然这几年 好像这一块越来越凸出来 可能颈孔 如果颈孔的话 会在事业上的发展 你颈孔 有没有孔 我等一下摸一下看看 反正至少你的颈孔 事业的发展 你的面相有在变 你原来没有这么高啊 额头 没有 头发就一直 这边就少了 而且这边有一块凸出来 我爸妈都说很乖 然后所以我们护士才说 你可能脑袋不想长什么 一定什么东西 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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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子的话 那我这是怎么样 我脑瘤啦 我这凸到一个不行 我是怎么样的 可不可以检查 我有点担心 因为可以结婚做 家妈 你不能跟我一个人上岸 之后就不过我们再去 对啊 我的甘女儿只有小潘潘 我可没说到 说你做甘女儿 见识到贴蟹座的人没有 过河当场猜抢 我们能过过甘义吗 对啊 甘女儿要甘义吗 没有 就干了 她老师已经义跟乐 之后呢 下个月 花下去以为以后会回来 结果是 招待全女员工世界游之后 再也没有干妈这些事情 好 好 请叫酒斌斌 当然了 你会觉得就是说 黄先生黄大哥会是你的 生命当中的贵人吗 对 即使让你觉得现在多烦忧 不再只是单纯的日子 对 因为以前我的想法会觉得说 今天想要 就是说想要成大气是一个非常 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对 所以会觉得反正就是做的 就像我说一直换工作 反正不高兴 觉得反正我们是开除老板 不是老板开除我们 但自从去了他们家做事以后 看到那么多的例子 因为他周遭的人很多嘛 看到人家的起起落落 然后看人家从无到有 对 所以我才轻眼去证实了说 原来人家只要你肯付出 你肯那么努力去做的话 总有一天或许就会成功 就要可能就是要像他们一样 带着一种傻镜 所以我自己才会愿意去尝试看看 因为你如果连第一步 你都没有跨出去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在这八年 在他旁边看到那么多人的一个感想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